小的机器就有小的好处 我们今天就试着两台 一个是小宜的一代 一个是小宜二代 我想把它们放在这里 来同时连上手机WiFi 看一下这个延时环境 同样的 好像两个的通过WiFi的连接 2的非 新款的4K的会稍微快一些 有没有发现 早期的399的版本 会稍微有一点点的延时 我们是通过一个魔术手 让两个镜头 都在一个垂直线上 等等我们也会 以这种水平平台 画面上下的方式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 Go OK 好在录制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 左边是小宜一代的画面 右边是小宜4K的画面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室内的环境下 然后我在视频里面的声音 也就是audio 大家会看到左边和画面之间的切换 这时候就能听到 到底是哪一台声音发出来的 肌内的收声 好吧 我们现在可以走到户外去试一试看 今天外面太阳还挺好的 对啊 对啊 我是说 我是说没有打折的 我始终把你能握住在中间 可以啊 现在是在户外 户外的一个环境收音 一样也可以听一下两台的声音 有什么区别 因为小宜的这种麦克风 它都是在顶上 4K上面是两个孔的 早期的一代上面只有一个孔 然后因为没有加一些防风噪的一些设施 如果风大的情况下 会出现呼呼呼的风噪音 那因为现在没有什么很大的风 所以说应该大家听这个 我说话的声音都应该还挺清楚的 然后我们出去拍一下街面的情况 因为这边还是有一些车流量 好 现在我把画面又转过来了 这样看大家应该会更清楚一点 我把两台相机都垂直垂直过来了 那所以说现在大家看到左边的画面 是小宜一代的 右边这个画面是小宜二代的 也就是4K版本的 黑的绿的 对黑的绿的 我们现在依然 我们走一走吧 好不好 我们走一走还是在户外走一走 看这种情况 然后我也是手持拿着机器 主要是给大家看一下这两台 运动相机 4K版本有没有反抖 好像有反抖是吧 像我是在手持情况下 4K版本是有反抖的 官方卖1000多吧 然后左边这台是399的 小宜是不带反抖的 只有拍高清视频的 我们现在走一走 看一下画面的稳定性 相对来说 我这个手持应该 还算比初学者应该会好很多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的声音 声音哈 因为现在风不大 应该不会有很多噪音 大家可以仔细听一下 他们的肌内收声 一个是环境音 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人声 因为有些朋友想说 问我为什么不用这种 运动相机来记录Vlog呢 所以说这也是我一直很纠结的 因为他的收音 不算是我很满意的哈 现在是大太阳 刚好太阳正面照到我的脸上 发型有没有很帅 因为为什么今天没带帽子哈 因为之前有人回复说 诶 程老师你是不是没有头发 所以说今天特意不戴帽子 给大家看一下哈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逆光的环境一下 逆光的 也是从逆光到被太阳光直射 看一下这两个环境 这是我们的灰太郎哈 今天帮我记录 我们现在走到室内去 是一个超大的洗车店 现在我们往室内走 慢慢的过渡 像我因为我没看 还没有看这个素材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 这两台相机过渡到底怎么样 像在室内环境下 室内风就没有了 然后呢它这边会 有一点点的这个背景音乐 在在SES店这辆 所以说看一下我的人生 这两台 运动相机有什么区别 虽然说其实做这个评测 没有很大意义哈 可是有些人还是比较 喜欢这种小的纠结 因为4K版本的要卖1000多 普通版本的 高清的只要300多块 所以说这个两个价钱的差距是很大的 我们从画面还有声音 大家能看得非常清楚了 大太阳天也有了 太阳底下的阴影也有了 是不是 然后在室内环境下的也有了 好吧 那我们先到这里 我们待会见 小的机器就有小的好处哈 放在车里面 我现在是在室内 车的室内 把窗户全部都关紧了 然后开了两盏的这个 这个前面的阅读灯 因为现在已经是晚上了 好我现在把两盏灯关掉 试一下看 关掉一盏 关掉两盏 现在就得以说在很黑的环境 稍微面光有一点点这种路灯的 防射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这两台 上下的一个夜景对比 我在车里看 好 在室内人的温暖 Side人的温暖 好 我们现在依然来试一下它的夜景 两台 一台4K 一台小米一代 小米4K这个是有带监视频的 一代是没有带的 好 我们现在切回这两台画面 一上一下 这个上面的是小米一代的 下面的是小米4K的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夜景 现在我们在马路边上的一些 所以说马路的声音不会那么嘈杂 我先在这边录一段 给大家看一下收音的一个情况 好 我们现在走到 走到马路外面去看一下 去听一下也顺便看一下 一个环境比较嘈杂的时候的马上表现 我们今天的小异评测就到这里 这其实是挺无聊的一个 这个两个价格差了很多的机器 也希望朋友们喜欢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好吧 我是摄影师陈文谦 我们下期见 今天测试完 顺便拐过来吃上次没有吃到的菠萝包 哇 好厚的黄油 嗯 好厚的 嗯 rất relevant 嗯哦 ∑ 嗯嗯